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呢 我来给大家讲解TypeScript里面 Namespace命名空间的概念 首先我们打开TypeScript这个目录 我们之前啊 写的都是一些node上运行的代码 这节课呢 我们写的代码 我们让它运行到浏览器上 那首先呢 我创建一个项目吧 在命令行里面 我们打开我的命令行 运行NPM init-y 也就是把它变成一个NPM包 这样的话就会多出一个 package.json的文件 我可以清一下评 然后呢我们运行 tsc-init 回车 它会多出一个 tsconfig.json这样的文件 没什么问题 我们继续啊 在我的目录下 创建一个src目录 再去创建一个 dist目录啊 我在src目录下 去写一个文件 叫做 page.ps文件 然后我打开 tsconfig.json这个目录 我们找到 root.dir 之前给大家讲解过 这个配置项 也就是说 它会编译 这个目录下的 所有的ts文件 那我们把它改成 src目录 输出文件呢 我们都把它放到 dist目录下 可以了 然后在dist目录下呢 我们先去创建一个文件吧 或者这个文件我创在最外层也可以 叫做index.html 我们再来写一下这个HTML 我把它出示成一个标准的HTML 这个viewport相关的东西 我先把它去掉 很简单 在body的最顶部啊 我们可以写一个 script的标签 src等于 当前目录下的dist目录下的 我们可以写个叫做 page.js文件 现在大家看啊 dist目录下是没有page.js文件的 但是假设我运行一下 我清一下平方运行 tsc回车 这个时候page.ts会被编译到 dist这个目录下 然后会多出一个page.js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怎么样了 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 在我的HTML里面去引入这个page.js了呀 好 为了做一个测试 我可以这么搞啊 在page.ts里面 我们console.log一个abc保存 然后再去运行tsc回车 好page.js也是console.logabc 那么index.hml引入这个js文件 那实际上在网页上打开这个页面啊 应该就会打印出abc 我们来试验一下啊 我右键 open in terminal在我的目录下打开这个文件 试一下 sorry 我这块有问题 不是在终端里打开 我把终端删掉 我应该是review in finder 在我的目录下 找到这个index.hml 然后我拖到浏览器里面打开 我们来看控制台 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控制台什么也没有输出 那我们回到代码里面看一下 哪里有问题啊 实际上这个script的标签 我写的语法上有问题 我们应该把它写到header里面去 同时呢 或者我们写在下面也可以 但是你这个script的标签 它是一个 要这么去写啊 才不会报错 应该是这个问题 我们保存一下 回过来 再去运行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在这儿 撬一下回车 abc就出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也就说明我的代码 能在浏览器运行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的项目架子 已经打好了 我们来讲namespace 那namespace它的背景 或者说怎么才能理解它呢 我来给大家去写 这样一段代码 首先我清一下底下的控制台 我打开page.ts 毕竟它才是我的原代码 我呢写这样一个原生的js的代码 或者说不用任何的前端的酷 去写一段js代码 我想写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有header 有footer 有content 三个区块 那我们一般可以怎么写啊 我们可以通过面向对象的方式来写 这块我可以用es6的语法 比如说class header 我们定义一个这样的类 constructor 被创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调 document.body.append child 对吧 当然呢 它要放一个元素节点 我可以定一个 const element 等于 document.create element 我们都创建一个div吧 那element.inner text 让它等一个 this is header here is header or this is 就行了 然后呢 我让document.body 把这个header append上去 可以 那我们创建了一个header这样的类 这块呢 大家可以啊 比如说加一个冒号 其实它可以自动推断出来 我们看一下 它的类型就是一个 html div element 这样的一个类型 好 我们再去定义一个东西 叫做content 复制一份过来 然后呢 我们这块就 this is content footer也是一样 otr this is this is footer 这三个类呢 表示三个区块 对吧 面向对象 我们把一个东西 抽离成一个个组件 实际上组件的本质 就是一个类 那接着呢 我们再创建一个类 叫做page constructor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我很简单 我这样 new一个header new一个footer 中间再new一个content 那我代码就写完了 好 那我现在有四个类 大家分别来看 header content footer 和page 我在我的页面上 该怎么去用这个东西呢 一会儿我们会对这个代码 进行编译啊 但实际上 在我的index.html里面 我引入了这个page之后 也就四个类我都有了 接下来 我是不是可以在body里面 去写一点代码呀 或者说啊 我可以在这个body这块 直接这么去写吧 写个script的标签 这里面 我可以在这 new一下page这个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大家想一下 当我去newpage的时候 我会引入这个page 文件里的四个类 然后我去创建一个page实例的时候 它的constructor就会执行 然后会创建一个header 一个content 它一个footer 那这个代码 现在能不能运行呢 我们都保存一下 回到编辑器上 应该是肯定运行不了的 我在这儿回车 它会报page is not defined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因为 我现在page.js 在第四目录下 还没有被重新编译 所以它还是老的代码 就是一个console.logabc 当然呢 你在这儿去调用newpage 肯定就会提示这个page不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tsc再重新编译一次 但是每一次我们都要重打 tsc是不是很麻烦 我们可以加一个 -w回车 它会处于一个监听模式 只要我改了page.ts 那它就会重新编译 生成page.js文件 然后我刷新页面呢 始终拿到的都是最新代码的一个编译结果 这样的话就不用一次次的运行tsc命令了 然后呢回到浏览期 我们继续来看 再去刷新一次啊 this is header content footer 就都出来了 OK 那这么写代码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它会有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编译过后的page.js文件 TypeScript呢 实际上是对ts文件进行一个编译 那它编译完了之后 你看header变成一个这样的变量 它里面存的是一个自制型的函数 那content footer和page都是一样的 这些变量 如果我的HML去引入这个js文件的话 它都是一些全局变量 那我们说过多的全局变量 一定会让我们的代码 其实变得不可维护 我们打开我们的页面看一下啊 在这里控制台里面 我可以输入header 在这来看 header你是能拿到的 也就是你创建的这个header 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那content也是一个全局变量 footer更是一个全局变量 对吧 一样的 还有什么呀 还有page也是一个全局变量 那我们就说 这么多全局变量 实际上 我页面上真正用到的 那个东西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page这个类呀 也就是说 page这个对象 对应的这个变量 可能你需要保留 而这个其他的 里面的这些header content footer也好 实际上它没有必要 变成全局变量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type script里面 融入一些模块化的思想 也就是一个模块 类似于我们去写 webpack打包的一些项目 每一个模块 它是有自己的环境 不会影响其他模块里的东西 不会生成全局变量的 type script里面 也需要有这种模块的机制 那namespace呢 实际上 这个命名空间 就有一点 模块化的一点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 namespace是怎么去用的 我们现在代码是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文件里 只有page需要 变成一个全局变量 剩下的 我实际上在这个文件里 内部的去使用 不需要给它暴露出去 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写 我们的代码 我们定一个 namespace 其个名字叫做 home 然后 写一个花款号 把这块的内容 全部都 放到这个 namespace里面去 OK 那它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 把所有这些东西 都放到一个叫做 home的命名空间里面 那就把几个变量 把这四个变量 其实变成了一个变量 好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页面 想再来看 刷新 这块 我重新来一下 可能有一些问题 刷新 它不会出任何的内容 控制台里面说 page is not defined 什么原因呢 现在 你的所有东西 都放到了一个叫做 home的命名空间里面 那当然 你这个 page就不能直接拿了 而需要通过 命名空间 去拿这个page 但我们再看一下 到这里面去 我清一下屏 我运行啊 我去这么找 我去找home 大家看 能找到home home点 你发现点 它不会提示出 page这些东西 那我调page 我们看一看 可不可以啊 他说 home点 page也找不到 那我现在有了命名空间 这个命名空间里面 也有这个page 怎么你就调不到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this的目录下 新打包生成的代码 大家一起来看 好 我定义了一个home 没问题 这是一个home变量 传进来 然后呢 home在这 然后我在这里 有header 有content 有footer 还有page 但是 home这个东西里面 并没有把page这些东西 加到这个变量里面去 所以你可以看 这么去写这个代码 其实 你在外部通过home 还是调用不到这个page的 那想调用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这加一个 export这样的语法 那它呢 意思就是 我现在有一个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里 其他的东西呢 我不想暴露出去 只想暴露出去 某一个东西 那我就在这个东西前面 加一个export 表示把这个东西 真正的暴露出去 当我这么写完代码之后 我们再来看 打包过后 编译过后的这个代码啊 home变量传进来 哎 你定义了四个东西 page在这儿 最后它会多出一句 home.page 等于page 也就是说 它会把page 通过这个命名空间 暴露出去 好 我们再回到 我们的网页上 刚才呢 我们已经 重写了代码之后 我们刷信一下啊 现在它还会报错 一会儿我们改这块的错误 但是现在 我们再打开home点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page啊 哎 是不是就能得到这个page了 好 但是其他的 比如说header 能不能得到呢 这是得不到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header 没有前面加export 所以呢 你不加export 实际上 在这个命名空间下 它不会把这个东西 给导出出去 这么写完了代码之后 我们其实这个网页 是运行不起来的 因为我们看我们的网页 我们现在new的是 原来的这个page 这样的一个全局变量 但现在 全局变量只剩下一个什么了 只剩下一个home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要掉home下面的 点page OK 保存 回到页面上 我们再来刷新 this is header content footer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么写完代码 通过namespace 我们让以前 全局的四个变量 现在只剩下几个了呀 是不是只剩下home一个了 而且通过home 我们也只能获取它里面 有必要暴露出的 这个page方法 这个方法是需要在你的 HR表里调用的 所以我把它 暴露出来 而其他的一些方法 或者lay 它呢 是这个方法 间接去调用的 它们没必要暴露出去 那我们前面 不加export就可以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tapscript里面 namespace的一个 使用的方式 以及它的语法 它在tapscript里面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 给我们一个 类似模块化的 开发的方式 让我们能 尽小的去 生命这种全局变量 或者说 把一组相关的内容 封装到一起去 对外提供 统一的暴露接口 那这节课呢 大家 关于namespace 了解这么多就可以了 下节课 我们继续来深入的 讲解namespace 大家加油